判斩 徐木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拿出这本破书 你想干什么 今天呀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这可不是一本破书 这是当今圣上 赐给我徐木的向善之书 我徐木一直贴身收藏 你们敢动本少爷下试试 毁坏欲刺之物 我看你们有多少个脑袋够砍 无耻小儿 拿你本破书 就想骗本天狐 来人 找沙姑 骗不骗人 你问问伯爵大人就知道了 当日圣上赐书 伯爵大人可是在场 伯爵大人 此话当真 不错了 这几本书 确实是皇上赐给他的 但是皇上的本意是 让他都输向善 可你这个小偷才才是 如此利用 你可真是无耻至极呀 韩千护 你看我啊 本千护活了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如此无耻小人 此事有些难办 这小兔崽子有御刺之物护体 咱们一时半会儿 那倒没有办法 接下来 邱伯爵风力之争 韩千护的军队 绝不能有任何损失啊 所以赌方也不能关门 这些事儿千护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啊 徐墨 你想让本千护活杀自己兄弟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 既然二狗大杀你朋友的父母 本千护可以让一步 打断敲二狗的一条腿 千护 好 好 好